這憑他的心啊,極靜 他的心很定,心很靜 所以一身就能開始 誤是誤就是照了啊 他聽別人念經 這一聽呢,他就能一文字習慣到入實相 這就大吃大悟啊 我們今天習不習功出來,是我們的心不急,不靜 我們讀一二長照照二長期啊 雖然啊,口裡唸這兩句,心裡頭不是這個境界 因此對佛所講的見非是見啊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啊 這個意思,境界我們都很難體會 見見之時,是講什麼呢 是講妙者心 是講妙者心 見到阿賴耶見分的時候 阿賴耶的見分 尚且不是妙者心啊 見非是見啊 各位想想,這是什麼境界啊 我們沒有發自體會 這是事實 過去天台大,天台家也說啊 如果在日常生活當中 沒有到三觀圓榮的時候 對於正年之經文都不容易理解 三觀圓榮時,一心三觀啊 那麼這是講天台家的功夫 對著兩句話的時候 才能有一點領悟 那麼在此地,莫難問意當中 顯示出他對於見心之意 雖然能夠領會 但是並不徹底 所以聽佛這麼一說 又加了一層米糊了 實在講的是 越說,越死越深 越說越死越驚 那麼換句話去了 我們倆是越不容易體會 可惜 我們想要佛在前面 最初給我們指出 盡心是心 不是一樣 這一件事 很清楚 很明確地 給我們指出 給我們指出 見相 免分 所依的體現 能盡心 能盡心裡頭有更種比喻 徐強佛儀這個眼見燈 这个灯到心界 凡复的比例告诉我们 能见的是也不是灯 灯能显示 能见的是也不是显示 那么更进一步说也能显示 能见的是心 不是灯 那么从这些地方 都是显示 与显示与显示之中 支出不变的见性 任意的好处 每一刻 每一段 都有 不如的几年 这是他的好处 换一句话说 从头到尾 时时提醒我们 时时指定我们 叫我们 侮辱 就要明信了 前面错过了 后面还有这些提示 他一步行灭完了 还没开悟 不小心 再回过头再来 古得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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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几句 如果我们心里都 沉着一个开悟的念头 这个念头很麻烦 当然我们开悟 不要念了几天 怎么我还没有开悟啊 念了几年 不行啊 这个经过念了一千遍了 还没开悟 这个高法就永远都不得开悟 什么时候能开悟呢 像六祖大夫说说 你那个心呢 到本来无一无的时候 就开悟了 我过去也曾经给诸位 讲过个比喻 我们以前也尝到 我们发回来听经的 张岭老爵书 就是做总统纪念歌的 这是个老佛教徒 他的资格深了 他在大陆上皈依过 虚映老佛上 也清净过 运光老法寺 这个宁国初恋的那些大德 他都见过 那么他看到经常说 念王僧咒念三十万遍 就可以见到慕密佛佛了 他就在家里念了三十万遍 念完了之后跟我说 还是没有见到 那么是不是经不灵了 他的妄念没有出调啊 那个三十万遍的王僧咒 目的是去妄念 心里一有妄念 这个咒啊 立刻提起了 和妄念一样下去 是叫你心清净啊 而他念这个三十遍的时候 是正常忘念 你看我又多念几遍 今天我又多念几遍 哎呦我快见佛了 三十万遍念完了 这个阿弥陀佛都还没见到 他就在王僧咒没有断忘念 所以不见效果啊 这个念佛的法子平苏爷告诉过重要 这个佛号怎么才能够得利呢 在日用平常之中 妄念一起来 就一句阿弥陀佛 把妄念压散去 越直压到妄念不生了 这个时候夜心就现前了 功夫才成就好 我们的大病就是忘念了 莫弥陀佛这个佛号 就是对治忘念很有效的药方 把病气起来了 赶紧就吃药 这又不是增长忘念 那就错了 那等于说你那个病害得那么重 药下下去了 一点用用的 不但这个药下下去 是不能治病啊 反而是长了病啊 增加了病啊 这个不是药不灵啊 是你利用的不得法 治持佛号啊 是这么一个吃法 持中 诵经 统统是一个宗旨 没有第二宗旨啊 下面这段文 这是提醒的话 福愿洪辞 洪辞是大慈大悲啊 求佛法大慈悲心 诗大慧目 这个诗就是布诗 给我们开诗 给我们开导 这是讲的法布诗 为我们开导 大慧目 那么在佛的无言当中 叫慧眼 慧眼观空啊 也就是妙者志 二臣 全叫反而说 由于 以妙者志 二臣见尽 那么这是求佛 不是我们大慧目 可是我等 这些明星啊 这些明星 就是前面所讲的妙觉性 那么知性明星 知性是真心 这些不明明 明是光明 一切明了 我们讲的叫薄弱智慧 见识中提上讲 一尘不忍 一尘不忍啊 这是浙心啊 这是一般所谓 理智一如的境界 我们都谈经 六祖给我们开寺提 实在是 再精神不过了 六祖给我们讲 佛法 是不二法了 二法就不是佛法了 佛法是什么 就是次第讲的 决心啊 二就不决了 不二就是决 二才不明 不二就明了 二才不印 不二才是真印 所以佛法称为 不二法门啊 我们即使能入佛二法门呢 佛法门就是一真发性 佛法门就是一心不乱 佛法门就是万发欲如 性相不二啊 那么换句话说 只要有个二就有一 就不明就不印 那么无难在此地 上前还有一万房 是不是活活着 还是不活活 动了这一面 决心就灭了 不明不尽了 决心所见 这些英年自然 活活不活活 那至于说佛法是解法 无非细论而已啊 所以佛说得干净利落 佛给我们讲 佛无有定法可说 无有法可说 说穿了 佛所说的一切法 无非黄叶之体而已 这都是佛自己说的 所以叫我们 发上应血 活宽非法 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不可以分别 不可以执着 不分别不执着 才有误处啊 与佛法分别执着 就错了 因为佛法的事 不是叫我们分别执着 为什么呢 他叫我们血时 用根嘛 各时成智嘛 智是无分别的 无执着的 实才是分别执着的 我们在一切法 在佛法里面 其分别执着 也错了 那么换一换 对佛法都不分别 不执着 投款 其他一切法 那么用这样子 才能够突破阿赖耶稣 诸能阿赖耶为大元净之啊 从此拜托西论啊 这才是佛菩萨的教书 做事与以备类顶礼 承受甚至 能够呢 实现一个非常好学的反复 是真正由心向上 好学 可是怎么样 不得其能阿如啊 虽然佛慈悲教诲口息的是 当面错过 没能误辱 并根就是移情不断 妄灭未除 那么这也是众生的痛病 无时戒以来的习气使然啊 我们看过那个子的 这种悲痛的态度 神情 能够看到它 求道的心切 这个承受甚至 承受便臣 受是接受 预备接受 大圣是尊 给我们发明这个宗主 这一段呢 是 莫南齐寝的话 我们对齐寝的意思 一定要明了 然后 再看世尊和他的开示 大 他能在这 越问越答当中 得到受用 这个经文呢 讲到这里是一段 底下这个答复呢 我们可以念念 但是 今天的时间不够了 不能给读为细养 不能给读为细养 故三摩地 故三摩地 妙修行录 说 告过难以 如虽强击 但一多文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我们要好好地记住 这都是我们毛病的所在 所以说 于是 那他为你灌照 心有为了啊 不见地听 无道 唯辱 分别 开示 我想这个文呢 就是 下一次来给各位细说 这句句话里面 含的意思都很多 今天只有五分钟了 我们就提前五分钟下课 那么 怀疑几句话 给读造告的呢 就是我们 从今天起 子行 宗志 祭祖的法会 希望同学们 有时间呢 那么 白天来参加 明天星期天 我们大专讲座和照常 但是早晨诵经的时间 几点钟啊 几点 早晨 七点 如果读物要是能够 起得早到此地来 七点钟呢 送 七点钟 是送这个地藏经 那么 经诵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大专讲座 还是借着 借着讲 那么下午 这个 这个 讲座完了之后啊 再借着送这个 就是 李将军 明天晚上的日文也照常是 是不是照常 照常是 好 那么 学日文的同修啊 晚上还是要来 这个后天呢 圆满 星期日圆满 晚上啊 我们放大摩扇 也欢迎诸位来参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